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早了一点几十年前走入大学校门 当时我是很忐忑 我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的 因为当时我是从下降插队当工人 然后进入我理想当中的梦想之门 我成为大学生了 但是当进入大学校园以后 我才突然发现一切从零开始 我在进入大学校门之前所经历的 所有的那些小小的成功 小小的荣耀都荡然无存了 因为我知道在大学里头 都是有才学的人才 因为我是高考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 我自认为我在学校高中学习的时候 一直是很好的 但是非常惭愧 千年老二没排过第一 所以进入大学以后 我想我一定是个好学生 但是到了班级以后我才知道 都比我好 我记得入学的第一次末地考试 我排我们班倒数第二名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老三阶的同学 他们接受的都是文革前 非常规范的教育 还有一批是应届的学生 他们接受了很好的初高中教育 而像我这样的 初中没读好 高中没读完 下乡插队 当工人 完全靠自学的那点家庭 在这些同学当中比起来 就显得知识的基础是那么的薄弱 我上大学的时候 英语就会说两句话 一句万岁 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师问大家谁学过英语 我还非常积极的举手 老师我学过 老师说你讲一讲 我听过就说这两句 毛利去万岁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现在让你们讲 你们也很难准确的翻译过来 他中间有语法的 那是那个时代的词汇 但是我突然发现 人家有的同学 拿着英语九百句在这 我没听说过 还有英语九百句 拿着砖头的录音机 在听词带 我却茫然了 我连字母都记不全 只是听老师讲过这两句话 我记住而已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怎么办 其实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信任 我记得从那天开始 我们宿舍里头 最早一个早晨起来 捧着书本进教室的 一定是我 最晚一个 从自习室出来回宿舍的 一定是我 所以 爱因斯坦说过 真正有才的人 是一分天才 九十九分汗水 其实大家的智商 都相差无几 只不过所经历的阶段不一样 所经历的环境不一样 在某一个短暂的时期 形成了在知识积累上的差异 但是当大家走到一起的时候 只要你用功 没有功不可的难关 你们都是身经百战 初中考高中 高中考大学 那种磨难程度 比我们当年要艰辛很多 然后你们是杀出重围啊 很不容易 然后能够走到现在 我相信你们 有这样的毅力 有这样的品质 但是千万千万记住 进入大学校门 只是我们人生的开始 这千万不要松懈下来 尤其是大学的第一年 是打基础的时候 这个基础打不牢 后三年的学习 无法进行 所以第一年 入学的第一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打知识基础的第一年 是培养你个人素质的第一年 也是积累你 要四年集体生活的第一年 这一年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千万千万要记住我这句话 第一年绝对不能松懈 说我们经过黑色的几月 我们考入大学 大学老师又不像高中老师 管得那么严 父母又不在身边 我可算解放了 谁也管不了我了 那就自我放弃了 非常非常危险 我告诉大家 就是现在还不是我们放开身心去 消费生活的时候 事业才刚刚开始 第一年一定要把课程 把所有的课程打一个好的基础 这对你们今后几年 乃至以后更长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崇拜科学家 华人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丁兆忠先生 怀揣一百美元 从台湾到美国读书 第一年 修了两门课 他入学是机械学科 同时还修了一门物理学科 两门学科 第一学年 都是百分 门门万分 所以第一年 对一个人未来的成长 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来我见到丁兆忠先生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学的这么好 他说你不知道我 我学机械 我不行 我必须好好表现 老师才能放我走 我特别喜欢物理 我如果学不好的话 物理课的老师就不会要我 所以最后成就了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 非常 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人要有梦想的同时 一定 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好 要有坚持 所以第一学年 千万别松这口气 这口气一松 等于把前期积累的东西 都放掉了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 游戏机 现在我们的手机啊 已经不是游戏机了 这手机的功能多得不得了 经常在大街上我看到 低头走手机 走到马路中央 还在看手机 很危险 在课堂上看手机 不在少数 他已经完全置身于周围的环境之外 超越自我了 确实非常吸引人 我曾经 让一个教务处长 我说他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我说你体验一下生活 后来不像现在 现在手机还好 那时候是游戏机 他经过两个月的前身体验 回来告诉我 校长很很很很担心 他说如果我再晚出来一个月 我也进去了 他说太吸引人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为什么有的同学 没有被这种游戏机所干扰 坚定的走下去 而且越走越成功 在你们的师兄 师姐 在你们的老师的群体当中 不发其人 大家看到主席台上坐着两位院士 一位是陶院士 在能源领域桌有建树 旁边还坐着一位院士 是我们学校 去年评委 中国公众院院士的何老师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何老师是桃院士的学生 那么为什么 有的学生 能够秉承了老师的优秀品质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月 做也好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期望的 那你们 实际上恰恰接到了这个界里 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 你想想父母对你们的付出 想想社会对你们寄予的期望 想想你自己人生的未来 你就会觉得 被眼前这一点小小的兴趣所干扰 大可不止 因为它干扰了你的人生 干扰了你的未来 影响了你一生的事业发展 在这一点上 自己那点原始的兴趣感和事业感 相交汇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坚韧性 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理想追求 你会克服自己心里那小小的冲动 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 一个成功的人如果遏制不住自己的个性欲望 是很糟糕的事情 大家看所有的成功的人士 他一定为他的成功 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个人爱好 大家说直吗 直 因为这才是有追求的人 一个人爱好很多 我希望大家有很多的爱好 但是有一个前提 这些爱好都是对你事业的成功 或有帮助或有补充的 马云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 最熟悉的人 搞了一个淘宝网 现在成了世界首富 我听说富得不得了 最近我看网上有一个说 叫王健林吧 说你们小小的试一下 先赚一个亿嘛 这就是大企业家的这种气魄 一个亿对我们来说 不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了 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有追求 正是这个追求 让他们养成了独特的性格 和坚韧的性格 它支支不远的追求 你们看到了马云今天的成功 你们没看到当年他创业的时候 那种艰辛 当年就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互联网的网站 很艰辛的 很苦 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关注马云 因为他在互联网领域 出道还是比较早 其实他的出身并不好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 但是靠着自己坚韧的性格 支支不远的追求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所以性格的养成 对自己那些不良喜好的 那种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应该学会控制自己一些不良的嗜好 养成自己优秀的品质 这对你们未来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一点就是要学会同学之间互帮互助 为什么学校安排入学之初 就要安排一个军训 一是大家来自四面八方 大家互相熟悉一下 了解一下 将来后我们是同学 另外大家都需要互相帮助 你需要别人的帮助 别人也需要你的帮助 这叫团队精神 如果我们的同学们没有学不会这种团队精神 一旦你担当大任的时候 你很难辅助 因为你心中没有别人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你们要记住 你们所经历的历程 进入到交通大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但是未来更多的重任在等待着你们 你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养成四季 养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这对你们未来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 华为的老总你们知道 华为是我们中国创新企业最成功的企业 但这个老总本身并不是专业出身 他只是一个转业军人 但是他最与其他企业家不同之处 他实财 用财 组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莫帕棍大使得华为 成为中国最优秀的 创新型企业 所以我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一些 你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社会知名人 但是还有一些 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普通的人 就像你们刚才发言的这位师兄 他还没有成就到这样的知名程度 但是大家听听 刚才他的叙述的 他在大学几年所做过的事情 你们隐隐约约就会感觉到 将来他一定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一定能成功的人 将来一定是在事业上有建树的人 我们不希望今天 四千多位同学将来成为四千多个马云 这也不可能 但是我希望 我们交大的学子 走向社会 走到哪儿 都是一颗钉 都是让人仰慕的 让人欣佩的 让人敬仰的 能够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家庭 对得起社会的人 如果做到这一点 我想这恰恰是社会所希望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在我们其中 确实经过艰苦历练 养成了良好的品格 有着远大的追求 有着丰厚的基础知识 加上社会的磨练 未来在社会上卓有建树 恰恰寄希望于你们之中 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而且我不知道是谁 我希望若干年以后 当你们返回母校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这其中 有建树的人 是你们其中的若干 若干 我当年离开学校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写过一副对联 同学们要 毕业了 要分手了 我是学机械的 机械是不太 那个时代不太招人喜欢的一个专业 所以上连是 车前细胞膜 下连是 拉压弯牛碱 力学的五个特性 上连是车前细胞膜 横批想不出来 我们一个同学说 舍我欺谁 结果 三十年以后 我和我的同屋的同学 我们俩在一个屋读了七年 我们两个 在学校握手合作 那个时候 我是大学的校长 他是航天 科工集团的老祖 两个学机械的人 实现了我们当年 今年时代的梦想